蛤芴 漫畫常常是我的一個媒介 有點像是跟這世界說話的方式吧 Comic will be a way a very good way that I can tell stories very quietly 你看起來是很平常的東西 可是可以以一個非常的角度來看 我爸講的啦 一棵樹在那邊久了沒有被砍 人家就會發現這棵樹的重量 慢慢它就會變成一個樹的繩 然後大家還要去拜拜這樣子 像是一個年輕的夢想 要快樂的活下去需要很多的錯覺 那漫畫是其中一種來源 謝謝大家